现在去抓鸡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村 这是一条街 两边都是商店 菜市场就在这里面 这两边都是街 好多都是富士品 理发店 服装店 蛋糕店 五金店 之前有人要我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趁这个机会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是邮政银行 买手机的 超市 这两边都是超市 这个是母音店 前面这一家 是我们这边最大的超市 可惜生意很惨淡了 因为我们这边人少 差不多就这样了 差不多就这样了 现在已经到鸡棚了 抓鸡吃 吹了 今天晚上啊 就抓一只鸡 因为昨天已经抓了一批了 有朋友啊 他说要这种黑鸡 也不说不上是黑鸡 就是这一种 我们这一种鸡 我们鸡棚里面很少 很少这种鸡 所以抓的时候 要单独抓 这种鸡它的脚是黑色的 然后皮肤稍微也带一点黑色的 这个鸡的品种不一样 他说我指定要这一种鸡 然后今天晚上就过来 后面来鸡棚里面看看 现在鸡抓好了 走喽 这上面有几只鸡 鸡棚 现在鸡也不多 全在鸡棚里面 这里面是去年4月份进的鸡苗 然后上面这个鸡棚呢 就是今年10月份 卖的那个托温鸡苗 这些都是卖的托温鸡苗 然后这边也有好多 我听到那边有声音 我去看一下 不知道 这边有什么动物 我们这边老是会有鸡 反正隔个一段时间 就有一两只鸡会死掉 都是被动物咬 那边有声音 我去看一下 以前在这边就发现过 有那个鸡是王的 我把内障都抬开 到晚上的有点害怕 早点回家 走了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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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